官人,在这世界上,我最得相信了,只有你一个 哈喽,大家好,我是石头老季 今天咱们不教大家科普和田玉知识了 我带大家出去户外转一转 看看我们这边的石头展会上面 有什么样子新奇古怪的好玩东西 跟我来吧 这个就是我们在昌吉的展会现场 还挺多人的,很热闹 金丝玉老樱桃 金丝玉的狗,阳光下面太好看了 油油的 确实好看 这是一个镶嵌的,阳光下面真的太漂亮了 大老樱桃 这个玉米跟蒸的一样,你看 你看这个玉米跟蒸的一样 这个玉米啥价格? 三千 发现一个胖鱼 这应该就是黑泥石吧 这个挺有意思的 在泥石上面画了一幅画 这个多少钱? 八百 八百? 宝石光的小脚丫子 这个没做 这个居然是个天然的形状 这个满泥的 满皱纹的 这个是和田玉的展柜 然后老板都睡着了 和田玉展柜好像不是很受欢迎 这边还是便宜点的东西比较好卖一些 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 摸着不想放 五八全口 看到一块红色宝石光 我们拉大看一下 哇塞 这个里有一个 我只能说哇塞了 这块 这是清华的 黑白分明的 一块紫料原石 这个太罕见了 清华的标本中的标本 还有这个图案 这是和田玉的 和田玉有这种图案 简直是巧托天工 这里有个神奇的事情 中华儿女 这个有点厉害 再看一下中华儿女 这个真有意思 这个熊猫也绝了 你看这个熊猫旁边还有个竹子呢 这个展会上还是以金丝玉为主 因为金丝玉便宜嘛 所以好卖一些 偶尔也看到几个和田玉的摊子 但是人太少 画面实 你看和田玉的比较刺的一些石头 这些其实雕出来挺好看的 这是红泥石是吧 沙漠漆 这个泥石雕得挺漂亮的 这个是蛋白石 红蛋白 老板嫌我拍的不好看 给块好的 这个是粉色的 带皮子 这块漂亮 这块浴化特别好 这个多少钱老板 2800 2800 价格也不错 是雕的成品漂亮 蓝色的一片 转的一片 我没事就这样可以 你看这一桌子子整个全部都是磨的 染的 诸多不认识的东西 这个蓝色的啥东西 不认识 你是怕这啥 不认识 都属于七十类的 这是不是里边 哎呀不行我把这个片下来了 像里边吗 我也看不出来像啥 我没有这种想象力 真正的好东西 这个花真的是做的好看 花是花开付贵就是 这是啥价格 这个 我跟你们现在我就是 我没有走过来 这个是石头摆出来的海纳摆穿 特别牛的一点 就是它的那个一笔一撇一纳 这个海纳摆穿 12000 这两个是多少 6000 倒法自然 上山入水 这是多少钱的 这个 这个 三万 三万 这 真的上哪才能碰到这种造型的石头 这个 还有这一副竹子 这一副竹子 你看这块石头 这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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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啊 这个字有 它甚至有笔触的感觉 你看 但是它这个石头的造型 是天然造型 挺佩服这个老板刀 这个能把这些凑齐 这里发现一个很漂亮的眼台 假装嘛 老板这个啥价格 那个 2600 摄影 2600 这个确实挺美的 就碰到几个太极石 就是它原石 做出来这个翘色非常漂亮 哎呀 你们真舍得用这些东西下这么重的工 能卖呀人家 那东西拿啥 那个上面是你的好料品 这发现一个中盔 籽儿吗 不是籽儿 好吧 老板说是籽儿 这里一个烟台也很漂亮 李白 你们是川级台工去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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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